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度探讨一个影响深远的议题 十年股市互联的历程和未来的挑战 从2012年李小佳与桂敏捷在深圳茶馆的随意会谈 开始了这个连接亚洲两大股市的重大计划 至今已经过去十年 在这段时间里 海外投资者通过这一平台进入中国的十万亿美元股市 而内地投资者也得以多元化他们的投资组合 然而 这十年来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股市互联城为了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通道 实际收益却未必如预期 这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 包括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 以及目前计划中对海外投资者的限制 但是 展望未来 股市互联依然充满潜力 李小佳提到的扩展初级市场的计划 将可能改变整个投资格局 让国际投资者参与更多机会 而香港交易所的目标是将自己打造为全球金融中心 这一切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南华早报 是关于十年前在香港与上海股市之间设立的股市互联计划的回顾与展望 2012年12月香港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官李小佳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桂敏杰 在深圳的一次会谈中 随手在桌布上记下了一个连接亚洲两大股市的构想 这次看似随意的交流 却奠定了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内地股市的重要通道 通过这一计划 外国投资者可以投资于中国价值10万亿美元的内地股市 而内地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投资于香港上市的股票 自从这个计划于十年前启动以来 海外投资者已经净买入了中国股票总计1.8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2492亿美元 而内地对香港股票的购买总额则达到了3.4万亿港元 约合4372亿美元 在此期间 外国对中国股票的持有量增长超过了20倍 这一趋势尤其重要 因为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 对于进出境的证券投资仍存在一定限制 股市互联计划于2014年11月17日正式启动 迅速取代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计划 成为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人民币计价股票的主要渠道 QFII自2002年开始虽然开启了中国市场向世界开放的尝试 但其涉及的文书工作和审批程序较为繁琐 投资专家马克·莫比乌斯指出 股市互联系统的优势在于其简便性和无需特定批准的特点 李小佳曾在采访中透露 当初提出的计划仅仅为10到15只股票的连接 以避免过于激进 然而相关部门的反馈却是建议扩大计划的覆盖面 这让它感到非常鼓舞 因此在计划启动之初 上海有569只股票可以进行交易 而香港则有273只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和腾讯等大公司 如今这个数字已经扩大到上海和深圳约2700只股票 占据了至少85%的市场总市值 而香港则有545只股票 通过北向通道 外国投资者可以在香港交易所使用港币购买中国股票 每日限额为1040亿元人民币 南向通道则允许内地投资者购买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每日限额为840亿元人民币 这些举措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进展 逐渐使这些市场摆脱了曾经几乎与世界隔绝的境地 这一计划不仅为外国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 也使得内地投资者能够更为多样化的配置其投资组合 尤其是在香港交易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 根据中国邮政证券的统计 截至9月底 全球基金经理通过股市互联持有的中国股票总额 已达到2.4万亿元人民币 占内地市场自由流通部分的3.2% 然而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股市互联计划面临着一些挑战 特朗普的前任期内中美之间爆发了贸易战 美国对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了关税 这使得市场对未来的走向感到不安 尽管如此 许多投资者仍对股市互联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认为这一计划将继续促进中国股票与全球市场的紧密联系 随着股市互联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人民币计价资产向全球投资者开放 通过香港 投资者现在可以投资中国债券 调期衍生品和交易所交易基金 香港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官陈一廷表示 该机构致力于增强市场的整体深度和广度 并将香港定位为全球金融中心 尽管股市互联计划显著推动了市场开放 但仍有改进空间 例如 目前的制度禁止海外交易者参与首次公开募股IPO 以及上海和深圳的小型公司股票 这对国际投资者的参与构成了一定限制 李小嘉表示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将股市互联扩展到初级市场 这意味着引入一个初级互联或IPO互联 这一扩展将允许国际投资者参与上海或深圳的IPO 而内地投资者则可以投资于香港的IPO 李小嘉强调 这是将中国金融市场打造成为全球顶尖交易所的重要一步 总结来说 股市互联计划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显著的增长与变革 成为连接中国内地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桥梁 尽管面临不少挑战 但其在人、资金流动性和市场开放程度上的提升 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仅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更广泛的投资选择 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提供了新的动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股市互联是指全球各个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 这种互联性源于全球化经济的发展 技术进步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 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使得各国股市间的关联性不断加强 当某一主要市场发生波动时 这种波动可能会通过多种渠道迅速传递到其他市场 引发连锁反应 在技术进步方面 电子交易平台和高速通信技术的发展 使得交易速度和数据传输速度大幅提升 这不仅增强了市场的效率 也提高了市场之间的联动性 投资者和交易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轻松地进行跨市场的资本运作 从而增加了市场的相互影响 股市互联也受到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影响 跨国投资基金 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 在全球市场进行资产配置 这使得一国市场的变动 可能会通过资产重组 和资金流动影响到其他市场 此外 金融衍生产品的广泛使用 也使得市场之间的风险和收益 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全球经济事件如金融危机 地缘政治冲突或重大政策变动 往往会对多个市场产生同步影响 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危机从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开始 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 导致多国股市出现剧烈波动 数据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股市之间的相关性 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提升 这种增加的相关性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资者 通过地域分散化来降低风险的效果 不过 这也不是说市场之间的关联 是完全同步的 局部市场的特定因素 仍可能导致其表现独立于全球趋势 然而 股市互联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由于市场之间的高度联动 局部市场的波动 可能迅速扩散至全球范围 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此外 这种互联性 使得各国金融政策的影响 更具全球性 单一国家的政策变动 可能会超出其国界 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市场和经济政策 总而言之 股市互联是 现代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影响深远且复杂 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 需要在考虑全球市场互联性的同时 谨慎管理风险 并采取相应的策略 来应对市场的波动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